本台記者找到 新位現在的負責人求生 對於網上流長的不實消息 我們已經找了律師幫助 我們將會用法律的手段 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也請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 不要再胡亂揣測 媽媽 你可別亂跑呀 要是受傷了 可沒有人會管你的 我怎麼沒躺落了 我有那麼好看嗎 慈禮 那你拍我幹嘛 我幫你找家呀 拍你的照片 你家人看到照片 就會聯繫我的 這樣你就能回家了 別傷了你 別弄 給我 你看我這麼近 你是想幹嘛 我什麼都沒想看 你別亂想 不對 有問題 我覺得你有問題 有問題 你老實地告訴我 你該不會是什麼 通緝犯 黑社會 違法亂記 然後躲在我家 怕別人發現 如果我是通緝犯 我爹就對你下手 我爹就對你下手 畢竟你孤身一人 有羞則可憐 你可別對我下手了 你要是對我下手的話 你那二十五萬塊錢 可就沒有了 你錢都沒有還完 我怎麼捨得下手呢 我會還給你的 不管多遠 不管在哪兒 我都會把錢還給你的 只是我們現在 孤男寡女住在一起 實在是不方便 你就讓我給你拍一張吧 看這邊 坐過來 坐過來 你是真的希望我走 小白快過來 打開手電筒 好黑呀 快點 手機你不是有嗎 對 不對啊 我記得我才交的電費的 你有收到停電的通知嗎 你還沒收到 前天晚上我在樓道裡看到 她說今天晚上 會從九點停到十一點 因為電路維修 所以要暫時停電 怪不得 你的手鍊怎麼那麼醜啊 我手鍊哪醜了 你是八百多近視 還是散光啊 那麼醜的東西 幹嘛一直帶著 這是我哥送給我的 可以過濾噩夢的手鍊 那都是騙小孩的 你要是不懂就別說話 看來你很在乎她 對啊 她是我最親的親人了 這是什麼 她在這兒我噩夢過濾手鍊 不僅好看 還會吃掉你的噩夢哦 真的 嗯 你怎麼會吃飯 反正一時半會兒也不會來電 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我給你講個故事吧 从前有一位年迈的国王 他要找一个继承人 每次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叫到跟前 跟他们说 说我老了 我现在要把王位传给你们 你们三个要进行决斗 选出这个继承人 开始之后 三王子率先丢下了宝剑 他说 在两个贵个之中 我的实力是最差的 也没有什么能力能够继承这个国家 我选择放弃 现在呢 就只剩下大王子和二王子 在打斗的过程中 二王子的剑 已经擦到了大王子的脖子 但是他犹豫了 就在那一刻 大王子暗算了二王子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大王子就赢了 这个国王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自相残杀 国王奉行虎狼教育 连二儿子的性命都不顾 我觉得他压根儿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二儿子 可能 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啊 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啊 什么意思啊 他是杨子 杨子 杨子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好像很有感触啊 因为我就是样子 因为我就是样子 逗你玩的 猪啊你这都行 行了 早点睡吧 我也回去睡 怎么了 你忘了拿这个 好 我就在外面 有事救我 能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有事你全身腿有什么用啊 你们这几个老家伙 今天怎么会有空一起来看我呢 董事长 看你这话说的 医生让你静养 一般的小事情 我们怎么敢来叨扰你啊 是啊 老林 现在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 都说小月已经遭遇了不幸 公司现在也是人心惶惶 他身边的那个秘书啊 毕竟不是凌家的人 无法代替小月 是啊 还是尽快选出一位新的总裁 代替小月的位置才好啊 我儿子现在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呢 你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了是吗 老林啊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在一起啊 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零是好我们才能好啊 真的没有私心 这事让我考虑考虑 我有点累了 你们请先回吧 那我们就先过去了 喂 你看见我背信金刚没 没 没有 你藏什么 我看没什么 你看看 不就一个破陀螺吗 你躲什么躲 你装我 我警告你 千万不要告诉爸爸 否则要你好看 来 多吃点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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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